花莲市的街头在6号的上午 传出了持刀砍人的事件 市民戴着口罩的歹徒 持刀蟹和棍棒砍伤了两人 全案目前正由警方全力的侦办当中 这起持刀伤人案发生在6号上午10点40 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见 市民二煞戴着口罩 分别守持刀蟹棍棒及辣椒水闯入 国联二路移出工程行 双方一路扭打到屋外 最后王姓及叶姓两名男子被砍伤 叶姓男子右手肩膀及手背都有刀伤 而王姓男子则是背部中刀 伤势较为严重 索性两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本日上午在花莲市区有发生一件伤害案 警察有四名男子因为之前的纠纷 持刀将两名被害人砍伤 那今天本分局会同刑警大队 凤林分局 玉璃分局 以及台东成功分局长兵所人员 在三小时内就将这四名涉嫌人查契到案 那全案我们会依照杀人未遂跟伤害罪嫌来做一个移送 范嫌行凶后 驾车沿着台11线往台东方向逃逸 经由警方联手合作 掌握车号持续追砌 在短短两个半小时内就火速逮到凶手 最后是在靠近花东交接处的封冰箱 长虹桥附近将人车拦下 并依杀人未遂伤害等罪嫌侦办 记者大花莲综合报导